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陈光崇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法律维权人士 他帮助了千千万万因着遭受强迫寄生 受到迫害的弱势的群体 那么就因为这样地方当局非常的愤怒 对他实施大规模的迫害 并且将他投入监狱四年多之久 出狱后2010年9月份 陈光崇先生被压解到他目前的家庄 与他的妻子他的妈妈和孩子在一起 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当中 地方当局出动上百的警力和所顾的土匪流氓 变相地囚禁陈光崇一家人 是他们不仅仅没有任何的行动自由 而且对他们全家进行残酷的迫害 我们不在买任何法律 这是公共国家庄 今天我们试图要谈到一家人的 人网民 在中国 冲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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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筹 陈光 权 他们不是 我们能让他看到他 这种自学生的英雅 这种自学生的 自学生 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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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博崇先生这次能够成功的逃脱 我们真的是看到是一个神迹 是上帝特别保守他 虽然陈光崇先生可以选择出国获得更大的自由 但是陈光崇先生有他希望能够为自己和他的家人的自由 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的权利而抗中到底 在从家里逃出之后 陈光崇先生也录制了一段录像 里边特别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三项基本的要求 也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够彻底调查 那些对他家人和他本人残酷迫害的地方政府的官员 敬爱的温总理 好不容易我逃出来了 第二点他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够保证他的家人的安全 第三点他也希望温家宝总理能够调查 并且处罚那些利益对他家的监控 发财的这些贪污腐败的人士 所以陈光崇先生的引气和他为自由所付上的代价 应该激励所有为自由而献身的人士 我想所有的中国的公民都应该从政 我们受到启发 因为自由不是靠施审 自由是靠抗中而得来的 所以我们对话研究协会会一如既往 继续支持陈光崇先生为他的现在的安全 为他家人的自由做出更大的努力 我们在获悉陈光崇先生从家里顺利逃出之后 我们也及时的向自由国家的政府 非政府组织以及立法界的人士 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领导人 以及部分其他西方国家做了通报 那么我们也表达出来 正在北京进行的美中人权对话 以及马上就要进行的美中经济与战略对话 希拉里国务卿和盖斯纳财长 与中国的国务院的相关的政府官员 举行对话的时候 能够将陈光崇的自由和安全 以及他家人现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迫害的问题 作为一个首要的议题 我们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我们希望有一天 陈光崇先生能够不受拘束的来提供法律的援助 也能够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 和他的孩子能够享受完全的守教育的自由 不再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压力和忧虑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